韓妆相信是近年大家的追捧队长 而来自《星星的你》播出后 相信大家不少女士都会留意在唇妆起来 但除了留意唇妆之外 不知道大家又会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唇唇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唇心得 我们的唇唇基本上是没有油脂 而它的角质层也比较薄 所以很难去保护水 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脱皮或裂的情况出现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多手去撕皮 又或者去找嘴唇不停磨它 因为这样都只会令到我们的唇唇更受损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支 Ibsa Essence Lip with Parents 其实它都跟着我好几年了 因为无论冬天或夏天我都很喜欢用它 冬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用了它不够润 夏天也不会觉得黏黏黏 基本上我用一年或者一年半才可以用到一支 这种主要的成分里面有维他命E和金油 可以做一个保水和软化我们的唇部皮肤 另外它还有一些是果皮的提取物 里面可以做一个血液循环 令到我们的唇部不容易断积这个黑色素 你可以看到它切出来 它不会很稠的也很容易推开出来给大家看 那不会很黏黏的感觉 而我觉得就算你用了以后跟你男朋友kiss 它也不会嫌弃你的 这支真的挺好的 第二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这支Ebsa的Wallhip Seed Lip Cream 它是有玫瑰果油成分在里面的 当中的维他命C是可以做一个肌肤更新 而同时也有分心草和鼻蜜脂油在里面 亦是做一个保湿的效果 但相对在Ebsa来说 Ebsa塗完之后 你会感觉到真的塗了一样的唇膏 但这支呢 你会觉得塗完之后 它真的吸收得很快 当中其实真的有保湿和滋润的效果 但是你就会没有那个 潤唇膏的存在感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支是一个 旅馆型的包装 旅馆型的包装 很多时候我们一放进手袋里 有些东西一压来压去 或者袋一扔到其他地方 它很多时候就容易懒 或者是擠出所有包装 这个是唯一 我觉得我不会带出去用 我会留在家里用 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是当大家开一些旅馆装 的packing product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放进冰箱 大概5-10分钟 然后才拿出来 然后稍微微调节一下 它这个近嘴边的位置 让它吞回一些cream 你一开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把很多品质 然后浪费了它们 另外这支 就是我在Joyce Beauty 找到的Lenolips 10108ml 它主要是 vegetarian and baby friendly 因为它Hydra percent natural 主要是羊肢 里面没有杂质和香料成分 不过我觉得它是冬天 或者是比较干燥的人用 才适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现在折出来给大家看 它是比较稠一点的 而且你擦完之后你会感觉到 哇 都很亮 有少少黏 所以其实 night treatment用来口敷都OK 不错 或者真的很干的时候用都可以 而当中它也说它是multipurpose 所以其实除了擦唇之外 你还可以擦手肘 又或者是手肘 又或者是手肘 等等比较干燥的位置 还有一样想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支Rodeo的Gran Blonde Lip 它也是在Joyce Beauty 找到的 它主要就是这个玫瑰花香味 比较香一点的 而且你看它比较稠一点 和刚才那支Lenolips差不多 但是没有它那么黏的 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 当一个light treatment 或者是早上 或是早上 劈一劈 然后全天都不用擦润唇膏 它主要成分有玻尿酸 和透明质酸 做回保湿 另外也是有这个 维他命E 做回抗氧化的 我这个不会怎么带出去的 因为它也是 好像刚才EPSOL的 容易流 为什么呢 虽然你看它这样拎实了 但是呢 我试过是放在袋子 尤其是夏天 它会溶 然后有些油出来 又是会弄髒的袋子 所以也是会留在家里 才会用它 除了以上介绍的产品之外 我也试过低成本 这样制作一些 臉膜来用 我手上这些 Lucasif Pompon Oetman 大概7元奥币 在澳洲买的 7元奥币左右 我会1比1这样 再加上蜜糖 来混合在一起 之后呢 塗在唇上 敷一层保鲜纸 再敷一层热毛巾 大概敷15分钟左右 我就会清洗了 之后呢 你会发现双唇很软熟 和没有脱皮的了 如果没有这一枝 Lucasif Pompon Oetman 大家都可以试试用Fastline 因为Fastline 是有保湿的功效 而另外这个蜜糖 是可以做回收护效果的 希望大家除了注意唇妆之外 都会好好地奥护自己的双唇